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奶奶》 影片一开场 本来腿脚就不利索的奶奶被女鬼给缠上了 这女鬼其实也不是别人 是当年她老公娶的二房 由于受不了奶奶的排挤 最后自杀了 这人要是一旦被鬼给缠上 那还能好 奶奶很快便病入膏肓 眼瞅着要领便当了 转场之后 高僧毛大叔受奶奶的儿子胡子叔的邀请 前来为奶奶做法 毛大叔一进屋了 突然感觉一股阴风扑灭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毛大叔问老太太现在什么情况了 医生说目前只能靠这些仪器维持生命 其实也没啥皮用 她的病是瞎子汗眼已经没治 赶快准备后事 老大说咱妈咪这么活着 既花钱也没啥意义 干脆断了她的氧气 早点送她老人家见上帝 这个时候 老三的倒霉儿子小胖堆和她的表姐摸到了杂舞间 看到了爷爷和奶奶还有二房的一张老照片 这小胖堆的手欠 把装二房骨灰的瓶子盖给打开了 二房的鬼魂一看急忙化作一股黑烟的冲在人间了 时间不大 奶奶的小儿子大眼哥回到了家 这个时候奶奶的氧气已经被大儿子给掐断了 脸上盖着白布人已经领了好汗 大眼哥说这不是扯淡吗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见咱妈最后一面呢 老大说你整天满世界瞎求转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眼哥说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没有一个好后 是不是都盼着咱妈早点断气 然后分自己那份 随后二儿子胡子说开始宣读奶奶的遗嘱 奶奶在遗嘱中说 如果你们这帮人想继承我的亿万家产 那就必须在每天晚上12点在我遗体前祭点 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再告诉你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转场之后 老大正在跟儿子婚女闲聊天的时候 屋里突然就断了电了 老大说妈咪这里都是你的亲人的 咱可不带这么干 老大正说着奶奶突然坐着轮椅就出来了 把三个人吓都没卖了 高僧毛淡叔正盘膝打坐的时候 面前的蜡烛突然无风自灭 毛淡叔咽了咽口水 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要见鬼了 不过高僧就是高僧啊 关键的时候肝不颤头不蒙 拿眼睛的膀胱一扫啊 就知道大事不好了 毛淡叔叔大姐啊 冤有头战有主啊 不带你这么下午佛祖的 这三闺女正在睡觉的时候 奶奶横着就杀刀 三闺女说妈咪啊 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 你的氧气管是大哥拔掉的 小胖多在旁边一看 当时就瞎尿 晚上12点 祭奠仪式刚刚开始啊 奶奶便一头栽到烧机上 把奶奶的身子扶正之后啊 只见老太太口含鸡腿 显然是个饿死鬼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屋里突然就停了店 等来店之后啊 爷爷和二房的鬼魂就出现了 哎呀 俗哥走难闯美 不得不说啊 这女鬼是有点美的 二房指着胡子叔说 你这个王八蛋 当初就是你害我领的何害 原来当年奶奶怀孕之后啊 二房的地位是一落千丈 为了能够重新得到爷爷爷的宠爱啊 二房在奶奶的茶里下了毒药 可人算不如天算的 她的毒计很快就被胡子叔给发现了 这二房一看大势已去 被软禁之后 很快就上吊稿的屁了 二房说 今儿这屋里的人啊 有一个算一个 全得卸了菜 大伙一听啊 全都吓坏了 一个个穿的比兔子都坏 从理论上来讲啊 像二房这种厉鬼 一般人都hold不住 不过有一个人厉害啊 那就是家里的园丁酱油哥 酱油哥说 大妹子你是来搞笑的吗 你少跟老子来这一套 赶快把门给我关保 别影响我失觉 二房一看这孙子是魂不吝 觉得也挺没劲 于是便关上门 开始找别人了 可他拿着刀瞎学末了一遍呢 又跟酱油哥撞去 酱油哥一看着气的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上去就给了二房一大嘴了 说你是不是贱 还敢在我面前出贱 你呀再不过滚蛋 我现在就让你领盘饭 高僧毛淡叔说 咱只要憋出气 那女鬼就看不见 二房拿着刀进屋一看 一个人都没有 气得是花枝乱颤 三闺女两口子一看行事不对 就打算撒拉子撤退 二房一看 这胡子书和酱油哥来到杂物间 一看二房的骨灰罐 马上明白怎么回事 胡子书说 你来自南非又长这么黑 能不能想个主意 把二房的鬼鬼收进去 酱油哥口中念念有词 说葫芦娃葫芦娃 一根腾上七朵花 小小树藤是我家 啦啦啦啦啦啦 这个时候高僧毛淡叔走了进来 说别扯淡了 不是这么念 这高僧就是高僧啊 就见毛淡叔双手合十 说小白兔白有白 赶快进到罐里来 二房一听高僧念了经 当时就懵了 可这酱油哥的手欠呢 二房刚被收进了罐 他又打开了罐 这二房在里边屁股还没做热呢 一看机会又来了 那能错过 随后二房又来到了大眼哥的房间 当他刚把刀举起来啊 高僧那边又开始念经了 毛淡叔说 小鸡小鸡别淘气 赶快进到罐里去 二房一听啊 顿时涌上一股尿意 瞬间就化作了一团黑气 第二天的一早 胡子书宣读了奶奶遗嘱的第二项 说你们必须带我到一山呢 找你们的爹底 把这件事办呀 我再告诉你们接下来怎么干 一帮人刚来到墓地啊 奶奶就被大长脸和文神哥抢走 而且由于文神哥一慌啊 差点让高僧毛淡叔领个便当 毛淡叔说 这么多人在这站就我中了蛋 你们说我今儿是不是 得去买几张彩票试试看呢 你们在这儿还嫌扯什么蛋呢 还不赶快把我送医院 来到医院之后啊 酱油哥进去看了看说 这高僧毛淡叔啊练过金钟照 一时半会儿还交不了饭票 老大一听老太太的尸体被人抢走了 顿时是火冒三丈啊 说你们这帮饭土 现在可怎么整啊 由于大长脸和文神哥 要一千万的赎金呢 把这几位啊全都给气晕了 转过天 大眼哥接到了绑匪的电话 说现你们中午之前 把一千万给凑齐 不然的话 我们就把老太太扔到海里为啥鱼 老大说我这儿只有七百万的 钱不够 你们几个再凑一凑 大家伙凑了半天呢 还差一百万 于是大眼哥便来到拳击馆 找黑社会大哥借钱 黑社会大哥说 咱俩头回见面 你就跟我借钱 你是不是脑残呢 不过你要是敢上来 跟我比划两天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从双方的实力上来看呢 大眼哥肯定是来自我的那个 但电影嘛 必须得有戏剧性 大眼哥上去就是一个冲钱炮 把黑社会大哥的牙托都给打掉 把旁边的一群小弟全给瞎尿 黑社会大哥说 愿赌服输啊 我欣赏你的孝心 这一百万的你拿去用 三个月还钱呢 不还钱我就把你打三 大眼哥拿着钱回到家呀 发现全家人都被抓了 老大说这一切都是老二策划 他准备杀人灭口 把家产据为己有啊 大眼哥说 你这个王八蛋 我现在就让你领个饭 胡子叔说你给我住手 不然我就把咱妈咪碎尸万段 大眼哥一听呢 急忙护中了奶奶的尸体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奶奶突然抬起手 抚摸着大眼哥的头 说乖别怕 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 我之所以这么做呀 就是为了看看 你们这帮倒霉孩子 有没有孝心 都是义奶同胞 不说互相帮助 还整天吵得不可开交 家何才能万事兴啊 你们整天窝里斗 我的心里能好受吗 影片的最后 奶奶分完遗产 完成了心愿 然后就领了勺饭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吧 做人当学 古王墙 卧兵求鱼好儿郎 父母辛苦不容易 必须孝顺爹和娘